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张刚的夫妻 来 我是张刚的妈妈 这个刚才听到张刚的心愿说是想找个女朋友 跟你提过没有 提过 那你们对他这个心愿是怎么看的呢 我弟弟的这个心愿呢 就是我爸爸妈妈还是挺感动的 挺感动 这有什么感动的 就是男大要娶老婆女大当家 这很正常啊 这有什么好感动的 因为他不好找媳妇嘛 画手 你们希望他找个什么样的女生 只要有人愿意吧 什么叫只要有人愿意 标准也太低了 为什么呀 那就人好就可以了 因为像老师这样的已经标准不低了 妈妈觉得这儿子怎么样 好的呢 长大了帮我们改过 为什么你们一家人身高都就挺平常的 他怎么这么高呢 因为他不是爸爸妈妈亲生的 他不是爸爸妈亲生的 对 张刚自己知道吗 我是半年前知道的 知道的 你跟我们说说 他是当年是被收养了 当年就是我爸我妈不是那时候是做生意 晚上收摊的时候 就是大概可能十二点多了 他被人扔在那个派书所门口 当时我爸我妈路过的时候 就听见有小孩在哭 就把他收那个领养回家了 张刚在半年前知道自己的生事之后 你的感受是什么 很复杂 因为我爸爸妈妈对我也特别的好 平时就像亲生的一样 让我感觉不到那种是领养的 所以说那种突然性是很复杂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没有 因为他已经在我小的时候已经抛弃了我 是我爸爸妈妈把我抚养长大 一把屎一把尿 放完他的要这么大 我就想他对他们说 我也不恨他们 我也感谢他们给了我这条生命 他们生了我 但是我的养父养母养了我 那你想跟你养父养母和姐姐说什么呢 感谢 你跟他们说 我也爱我的爸爸妈妈 对我的这么多年的付出 还有我姐姐 对我的照顾 还有对我的一些帮助 我很感谢他们 如果接下来让我有后半生的时间 我会好好照顾他们 会尽用我最大的努力 不让他们流泪 不让他们伤心 一个人可以把三个人全抱住 我感觉这一家人四个人呢 都是非常本分的人 那么面对于本分的孩子张刚 想找一个女朋友这样的心愿 四位老师 你们有什么样的助力呢 关于张刚的心愿 我觉得父母不用操心 我觉得张刚虽然说 在跟女性相处的时候 有一点点羞涩和生疏 但是他有他的小聪明在 所以说不用担心 这样的男孩 怎么可能找不到女朋友呢 我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因为要征婚的话 我相信很多女生会问 就是其实你除了会长高之外 你不需要用药物 也跟正常鸡蛋是一样的是吗 是的 不需要的 可以生小孩吗 那没问题 因为你要征婚 这些事情对于女生来说 和对于女生的家庭来说 都很重要 它就不是遗传性 对 我们相信我们幸福 来敲门这个节目 是可以让你梦想成真 然后对于他择偶这件事情 不用担心抱着祝福 另外就是不要再放低要求 刚才你说只要是有人 看中他就行 不行的 咱们家的弟弟要娶媳妇 咱们也要选选的 是不是 谢谢 东东说得很好 说咱们家的弟弟 娶媳妇要选选 我可以请我先生 帮忙去问一下 年龄相配 然后你们能看他上眼的 先做朋友聊一聊 但是我是觉得 小刚不用太着急 为什么他才23岁 男孩子23岁是什么的时候呢 第一是做事业的时候 第二是看世界的时候 好不好 并不一定每个男人 都很能挣钱 事业很好 有些男人就是 频繁地活着 但是你首先 你得努力 缘分来了 就抓住他 当缘分没来的时候 尽情享受奋斗的人生 好吗